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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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越是变本加厉 有些人你越是一再让步 它越是把你欺负 这个世界有人珍惜你的善良 就有人利用你的善良 有人让你笑 就有人把你伤 我们可以对别人好 但千万不要去讨好 得不到的东西 你降低底线得到了 也不会被珍惜 最终还是会失去 做不来的事情 你忍着委屈做到了 也不会被在意 甚至还会被嫌弃 作家苏琴说 跟谁在一起舒服 就说和谁在一起 包括朋友也是 累了就躲远一点 主动疏远你的人 对你无动于衷的人 甚至鄙视你的人 你都能看出来 这样的人 你卖多少力 对方也不会珍惜 最后注定受伤的是自己 任何你需要费力讨好的关系 都不能长久 需要小心翼翼维持的 都不是常态 真正爱你的人 不需要讨好 需要你讨好的 都不是真正爱你的人 生活已经那么累了 何必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人生路七七八八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看法 你不是人民币 自然不可能 人人都喜欢你 把眼光挪到自己身上 关闭自己的耳朵 别再以他人的想法看法 人终究是要为自己而活 你就是你 不取悦 不迎合 不讨好 活成天空中最绚烂的花火 夜安居士以诗词 在史书上留下姓名 不过是因为他的坚持与不讨好 不讨好世俗 不讨好他人 以昂扬的姿态突破既定的女性牢笼 不讨好他人 不在意四周的眼光 才能不活成 庸庸碌碌的千人一面 别人说的话 听听就好 别人的眼光 不必放在心上 只有你自己 知道自己的能量 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 与其讨好他人 不如充实自己 记住了 比感情更重要的是尊严 让你丢掉尊严的人 不值得你对他好 需要你讨好的关系 都是利用 你以为你讨好换来的在意 是珍惜吗 不是 其实是利用 你对一个人好 眼睛里写着真诚 行动中设身处地 其实他能感觉出来 一个人最可恶的 不是没有回馈 而是明明知道对方在付出 还要享受他的付出 甚至变本加厉的索取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 你对他好 他不但不领情 反而当仆从使唤你 这样的人 你们扪心自问 真的值得你对他好吗 靠卑微换来的感情 都是虚情 靠讨好维护的关系 都不长久 众所周知 朱安爱了鲁迅一辈子 却也伤了一辈子 两个人是父母之约 媒妁之言 并非鲁迅自愿 甚至他是被佯装生病的母妻 直接骗回来结婚的 当时朱安就知道 这场婚姻注定是一场悲剧 但他还是为了迎合鲁迅 特意在婚礼上穿了双大鞋 避免他因他受封建思想 裹过小脚而讨厌他 但因为尺码不对 他在走路时 鞋子掉了 塞在里面的棉花 也随之露了出来 当时鲁迅看了十分憋火 在结婚三天以后 便赶回日本 三年也没有回来过 完全没顾虑过朱安的感受 后来有一次鲁迅肺病复发 食欲不振 但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想要吃稻香村的点心 朱安当时听到了 立马决定出门给他买 因为他实在太想得到鲁迅的认可 和接受了 但道香村的店铺 离他们家有四十里 当时没有车坐 朱安就这样 来回走了近七万步 终于将鲁迅想吃的糕点 买了回来 他原以为他会很高兴 谁知鲁迅只是淡然地说了一个字 好 既没有感动也没有感谢 甚至他连多说一个字也不肯 再后来鲁迅和徐广平在一起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朱安却独守空房四十一年 待在鲁迅的老家照顾公婆 直到死的时候 他的心愿依旧是要跟先生葬在一起 对鲁迅而言 他是我母亲的太太 不是我的太太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对于朱安而言 他把一生都捆绑在了这段婚姻里 哪怕被无视 被厌弃 被瞧不起 他依旧卑微地活在他的世界里 从此完全失去了自己 在感情中 我们总是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挖空心思 费力讨好 甚至不惜低到尘埃里 但诚如圆无理说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 他哭闹是错 静默也是错 活着呼吸是错 死了都是错 所以请不要把你的感情 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被讨好的那个人 如若接受了你的付出 享受着你的给予 对你肆无忌惮地压榨 其实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一个正直的人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接受别人的好意和金钱 一个人凭好的人 绝对不会受了别人的帮助 反而翻脸相向 过河拆桥 问问你自己 你讨好的那个人 你的好 他配拥有吗 人和人之间 贵在真诚 你可以不爱 但不要伤害 你可以不接受他人的付出 但不能享受着人的付出 反而当成天经地义 肯对你好的那个人 一定是格外珍惜你的人 曾看过一句话 凡是觉得辛苦的 都是强求 勉强来并非真心 自然不会长久 爱他人之前 先学会爱自己 别勉强自己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人活一辈子 搞得自己都不开心 那还有什么盼头 规规矩矩 四四方方地活了大半辈子 勉强自己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 偶尔也放纵一下 让真实的自己 透透气 今无足斥 人无完人 便勉强自己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真做不到的事 就算了 努力过了就好 人和人之间贵在真诚 如若对方不回给你真诚 对你虚情假意 别说去讨好 这段关系 都要考虑到底要不要 勉强来的其实不是珍惜 讨好来的 其实都是强求 带强子的关系 都是会让两个人不好受的 不会长久 余生愿你无需讨好他人 做好自己 生命太贵 我们每个人 都是爹妈的宝贝 没有人值得你卑微 与其费力讨好谁 让人有机会嘲笑你 不如努力做自己 让他有一天高攀不起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